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连的讲师高莫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咱们学了一个可变变量 这节课还是跟变量有关系 是一个难点 是变量的引用 听这个名词 不太那么复杂 对不对 但是这个是后边经常用到的一个知识点 皮尔皮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 类似于西元的一个指针 类似于一个虚言指针 什么叫变量的引用 我们这个时候就得用一个画图 来说明一下 比如说咱们在程序里边 如果连续声明点的变量 还记得前面画过内存吧 大概了解这个变量怎么存的 比如说 $A的变量 假如说在P2P的程序里边 声明了一个$A的变量等于10 声明了一个$B的变量等于20 那战内存的内存图结构 大家还应该还记得吧 来我们画一下 这个地方这是战内存 那么需要开辟两个空间 开辟两个空间 两个空间的分别都有名字和地址 比如说这块是$A 对吧 它的地址是16名字的 比如0x1234 对吧 然后这块又有一个$变量B 它也有个地址 相差四个字节 1238 这样的情况 然后内容分别存在这里边 一个是存10 一个是存20 这是两个变量 在运行的时候 内存中占存储的一个结构 是这样的情况 对吧 那现在呢 咱们可以用一个取地址符号 也就是这个什么 under符号 这个符号 under符号 干嘛呢 可以把一个变量的地址取出来 一个变量的地址取出来 什么叫一个变量地址取出来 比如说这块 我前面加上一个变量 比如说 在内存图上 A的地址是多少 妹子 是本0x1234 对吧 这块取出的地址就是什么 这个地址就是对吧 用它取出就是0x1234 那我说这个地址能不能输出来呀 对吧 如果咱们学的是西语言的话 用星也是取地址的 咱们就可以打印出地址来看一下 但是呢 peerp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能不能取出来 咱们说程序需要写在什么位置啊 3w目标下 也就是网站的根目标下 对不对 我们做一个测试程序 比如说test.peerp 对吧 那按照刚才咱们的写法 $A等于10 对吧 $B等于20 是不是这样的 那我刚前面说了 用一个安的符 对 这个符号 $A 是不是就能把A的地址取出来 那我们能不能输出来呢 妹妹妹子 不是 你妹妹也对 妹子你猜一下 能不能取出来这个地址 能输出0s4 咱刚才要是能输出的话 也不一定是0s1234 因为咱是随便想象的一个种 对不对 那能不能输出值吧 对 你就现在看一下能不能输出值 我们再来 localhost里边的test.peerp 回车 怎么的 对不对 我前面给大家说过了 在西语言里边 西语言里边 咱们是可以把地址拿到的 用地址来找数据是可以的 对吧 因为咱说了 像这样的内存的一个结构 西语言可以通过地址把识读出来 也可以通过A把识读出来 通过地址来读数据的 就是通过指针来找数据 那这个值 咱们输出 在因为pp里边 为了降低咱们学习的难度 所以呢 它没有指针的概念 也就是不用地址去玩数据 但是这个呢 实际上 它是用到了地址 但是它不能去考虑 那就相当于什么 看一下 我直接输出不行 但是我可以把地址拿过来 付给一个变量 假如说是C 把地址付给一个变量 对 把地址付给一个变量C 那C里边存的就是什么值了 那我们这话再画一个内存读 这话就会有一个 什么 变量C 对吧 那变量C的话 也是一个存互空间 对吧 那它这里边是不是也有一个地址啊 比如说 0X1242 对吧 这也是普通 C是不是就一个普通变量 但是呢 它存的是A的地址取出来的 是不是这意思啊 里边存的人啊 是 0X1234 是不是这意思啊 那我都说 那我直接输出C 会是什么结果呢 输出C 输出是0X1234吗 不能直接输出 对吧 刚才当地址不能输出 但是地址不给变量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我现在输出DolverC 按照咱们内存结构图 那肯定你会认为说什么 C输出的值是0X1234 对不对 当然它值能够是想象的地址 对不对 对吧 有可能说输出一个是这样的一个值 对不对 但是我说它输出的不是0X1234 是什么呢 而且不出错 输出的是10 看一下 我们好像是没保存 保存一下 我们再输出一下 是不是10 是不是感到比较奇怪 明明这个C里边 C里边按照内存图 存的是0X1234 是不是这个地址 但是为什么输出10呢 西语言里边 有一个对指针的定义 是这样的 如果一个变量 是存的是地址 那么这个变量就是指针 指向地址所在的位置 所以我们这块其实是这个意思 它存的是不是这个地址 是一个指针 它指向这个地方 指向这个地方 所以呢 我操作C C是指向这个位置的 所以和操作A一样 输出的都是10 这点被子结婚了吧 但是指针看起来 它不用去理解 对不对 那现在我如果在这个位置 我既然把A的地址缝隙了 操作C是不是相当操作A 那现在我把$A的值 负上100 我现在输出$A等于多少 再输出$C又等于多少 看一下 A等于多少 C又等于多少 100 都是100 面子比较聪明 对了 都是100 因为C是指向A的对不对 所以C的值会跟A一样 A的值改成什么 C的值它是指向A的 所以C的值也会变成什么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块 刷新一下 是不是都是100 那如果我在这块 我将C的值改成500 那我再输出A的值和C的值是多少 500 对 这俩值还是一样的 是什么 是500 看到了吗 是500 那这能说明什么 它俩是一个值 对 它俩对应的是一个 对不对 所以用安德福这种是取指符号 取指符号 把地址取出了 负给变量 这变量只向这个 这俩就相当捆绑在一起了 但是呢 咱们如果按照这个 原理去理解的话 对咱们新手来说 有一定的难度 对不对 所以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 什么呢 刚才在这个代码里边 咱们是不是教这些 咱们先不去处理 不去处理 你看 我教大家一个比较什么 比较好理解的一个方式 怎么好理解的方式呢 就是 在这话 我不这么去画图 我根本就不画地址 跟地址没关系 看到了吧 这橡皮还不太好擦呢 你看了 这话 对吧 我现在如果有一条这样代码 什么呢 将 wc等于将a的地址取出来 什么 付给c对不对 你就这么想象什么呢 就相当于给a起了个别名叫c 对吧 比如说妹子 你的原名叫bn竹 那我说bn竹为你介绍对象 说的是你对不对 那咱俩就在这 我说妹子为你介绍对象 是不是说的也是你 对吧 就相当于这个 你原来叫bn竹 给你起个别名叫妹子 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 我说给妹子介绍对象 和给bn竹介绍对象 说的都是你 对吧 你也不问问介绍的是谁 知道这个原理了吧 就是别名的关系 所以呢 你现在如果把c换成别名的话 那就相当于在a的这块 它有两个变量名 都是指向同一个位置 就相当于这一个村子区域 起了两个名字 对吧 那这个时候 我把a的值改变了 这个值改变了 c的值变变 我把c的值改变了 a的值变变 都变 那这就是什么 引用 就相给bn起个别名 那他说 这个会用到什么地方 后边的课程 咱们会经常用到 集中引用 特别是后期函数的引用存值 不管什么位置 只要起别名 你对一个操作 另外一个就变化 这是一种有关联的 就相当于咱们桌面上经常创建的什么快捷方式 对吧 在另一下面咱们叫的连接是一个意思 对这个操作 那个就变 对那个操作 这个就变 是一个关系 这就是咱们说的引用的效果 好 这节课咱们就交到这里 那下节课咱们继续讨论 关于变量引用的话题 好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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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